人生過的好快 我們嘟主 感嘆人生過得好快 如果時光能倒流那該多好 不幸的就是說時光沒辦法倒流 我們也沒辦法去未來 還是把握現在 如果我們能夠把現在過好 其實也就是純期 2021 通常一个人开始在练自己心的一个人 比较我们不会时常做太多这类假设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尤其是看到股票在涨说 我五年前买了多好 对不对 这种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时常会想到 但是慢慢你开始对自己的心有把握以后 你就比较不会去好像懊悔以前的事情 希望未来一定会怎么样 而比较会专注在现在我能做什么 怎么练习自己的心 让当下安住能够得到快乐 其实本来这个无常是远远在发生 但是我们不觉得 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很美好 很长久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人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所以造成苦 除了非你开始练习 修炼你自己的心 让你自己的决心 或者说让你自己的心能够稳定下来 不会总是被你的思想 被你以前的习惯 被你的情绪拉着跑 除非你自己修心 能够心能够稳定到一定地步 不大受到你眼耳鼻舌 生意看到的东西影响 要不然的话是很难的 当你有无常的观念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外境永远是这样的 那我自己开始 对这种苦乐的执着 就会慢慢地 有个认识以后 你才会慢慢地松绑 对苦你也不怕 对乐你也不很执着 发愿的其中一个关键 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发的愿 跟为了他人发的愿 其实自己内心的感觉 是有一点点不大一样的 可以说产生的力量 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大一样 我们想不想痛苦 我们想快乐 那真正的不想痛苦的因 是怎么造成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痛苦 其实对 都是因为我想得到太多东西 我想这样我想那样 那都随着自己的各种欲望 不断地随便冒出来 也可以说是膨胀吧 那这种越来越扩大的时候 我们的苦就越来 它也会增长 那这个慢慢怎么减少 就是开始认识 对自己的执着 透过改变自己 也透过祝福别人 发愿这样子的一种动力的时候 启动的时候 你的内心才会改变 这是一个发愿 愿的真正的道理是这样的 你可以从小的开始 从自己的身体健康 从自己考学 家庭幸福 找到男朋友 找到女朋友 然后你可以想到 其实还有好多人 都希望为了自己的私利 能够得到快乐 就把心稍微放大一点 想到你的家人 亲戚 你的同事 周围的人 你想到希望 他们也能够有一个 非常快乐一点 有意义的一年 然后你可以再想大一点 要想到全人类 或者一切的生命 那当然很好 所以从小到大 你都发一次的愿 我觉得这个样子 对现代人来讲 可能是最圆满的 如果你已经觉得 它是个很无聊的 很无趣的聚会 那就很难把它变得很有趣了 你创造了一个烦的音 带着这种情绪 你去的时候 那那个现场 在你的这个情绪的影响下 再好的一个聚会 你也觉得很无聊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带着一个很放松的心情 去参加一个地方 有点像你去看戏一样 不要假设 这个戏一定好看 一定不好看 你可以假设 你去外星球 流浪了50年 刚刚回到地球上来 现在好久好久 好久没有看到人类了 现在你重新看到了人类 去参加这样一场宴会 任何人讲 任何一句话 你会觉得 哇好怀念 好久没有看到了 所以其实很多是 我们的心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对外面的这个静 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带着一个温暖的心 放松 你带着一个 哎呀 我利他的心 我的开心带给别人快乐 这样的心 你就很静静地在看 感受每一个人的心 甚至你一个人能真的静下来 有的时候你还会生起慈悲心 你觉得哎呀 这些人过得好辛苦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人间怎么会这样一回事 那一个很无聊的一个宴会 对你来讲变得很有趣 甚至对你的修行都还会有帮助 如果你希望有另一半的话 你要开始想一想 为什么另一半想要你 我们通常自己没有搞清楚 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值得 别人爱我们的人 值得别人跟我们一起过日子的人 你倒是可以想一想 哎 今年有自己哪几个缺点 或哪几个部分 你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能够变成别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别人心目中的一个 好女朋友 好太太 我希望自己能够具备哪几个特质 这个你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掌控的 你可以掌控改变自己 但你很难掌控 一定要遇到一个 非常适合你的另外的一个人 结婚 以前有些人说 婚了头就结 才结嘛 就是我们对结婚 有一个非常大的期望 就觉得王子公主的生活 从此结婚以后 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就是婚了头 其实不可能的 如果你心智成熟了 你想好了 现实生活 结了婚以后 就是要生活 就是过平常的日子 年轻人对婚姻的观 价值各式各样的 想的都是很表情的 觉得这些能够没有解决的时候 我觉得结婚是很危险的 这看他多不靠谱 对不对 如果他一看到一个年轻人 在他屋顶上说 我会飞 那你就赶快去劝阻 他在这千万不要飞 那这个真的看 他是什么样子的梦想 你不是为了成功 这是最重要 不是为了成功给别人看 而是就是没人欣赏你 你也愿意花时间学习 我就很想学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去实践它 所有这种顶尖的艺术家也好 这些他其实成功之前的 他的所有生命投进去的那个爱好 那是才是真正的 才是真的有生命力的 等到他已经成功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了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结果而已 所以我觉得不要羡慕别人的结果 而是要了解自己 不是童话骗人的 而且现实生活着好多骗人的东西 你打开电视看看呀 我们从广告 化妆品 新闻 连我们的天气预报 大部分都不准确 对不对 反而有很多童话 我们是先让比较小的孩子 他对善良美好 他至少内心他有一个憧憬 慢慢慢慢你会跟他讲 这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目标 因为这种样的目标 会带给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快乐 跟人生的方向 童话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童话很多童话是很 里面有很多很美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正善美 他透过这个童话 在建构孩子的内心世界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你慢慢让他知道越来越多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让他有逻辑 有判断的能力 我觉得一键定制比较好 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类 孩子是你的财产 所以你从小就要控制他 他一切都会听你的 从小到大你就要定制 而且不能有两键 一个按钮 一生就得完美 你现在就得计划 不能有一丝差错 一丝差错 你就可以疯掉 夫妻你们两个就可以打一家 肯定是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人生本来就没有完美的 而且现在有太多变化和动荡 你想想看 十年 二十年前的全世界和今天一样 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 我们想象得到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见定制 是很不可 很不牢靠的家长 要开始你对这个世界 开始学习了解 开始你对自己 能够 能够断安静下来 你要想清楚 你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让孩子做一个 对这个未来多变复杂的世界 他有能力去对应 不要扼杀孩子的这种 学习的热情 新的一年 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心灵成长 家庭幸福 事业圆满 祝福大家有快乐 幸福 圆满的一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